政府指出 因为疫情趋缓 所以实施44天的长照机构探视禁令 将从即日起有条件开放 每一位住民每一天限一组访客探视一次 另外为了加速中央扩大急难纾困金的审核进度 县长林之庙特别指示社会处简化表单并提供范例 协助民众快速审核快速入账 一二十分钟这样子就时间就让会比较多 如果这本进去回去看一看就很了解 社会处会整各乡镇事工所的受理案件 发现有不少疑异 包括不动产的计算 以及同一户籍确分副申请等等 现在中央的部分他只看动产 那不动产的部分呢 那我们发觉到很多人他不动产的部分 他虽然动产是符合规定 但不动产的部分有的多达一两千万 甚至还有多数到亿的部分 那目前来讲如果这个东西如果不计 没有这样排除的话 那我们第一线的同众人会觉得说 真的有自爱男群 那另外还有一个最重要的问题是讲说 因为现在目前来讲都是以居住地为主 但实际上很多户籍地的部分 他是同一个户口 如果你假设他这个同一个户口 里面有四个人 他现在来宣称来申请的时候 他就宣称说他现在住的部分 都没有住在一起 然后他分别来申请 那可能就会失去我们这一个 原来要照顾扩大照顾的那个对象 由于母亲节即将来临 县长也在会议结束之后 赠送每一位同仁一朵铜花布折成的鲜花 祝福他们母亲节快乐 宜然新闻记者 LINE福星采访报道